在这座繁忙的城市中 高楼大厦淋漓 喧嚣不断 然而 在李伟的心中 总有一个宁静的角落 那里充满了儿时的欢笑与回忆 今天 让我们一起跟随李伟的记忆 回到那个绿意盎然的小村庄 感受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李伟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向远方 他闭上眼睛 思绪飞回到了那片绿意盎然的小村庄 当李伟闭上眼睛 音乐缓缓响起 画面从繁忙的城市 逐渐转换到宁静的小村庄 阳光洒满了整个村庄 充满了祥和与宁静 在村庄的中央 一座简单而温馨的茅屋映入眼帘 李伟的父母在屋旁盲目 小李跑进屋内 母亲笑着叮嘱 小心 别摔倒了 在茅屋旁的老妹树下 小李和朋友们玩捉迷藏 欢声笑语不断 快来找我呀 快来找我呀 你藏不过我 你藏不过我 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 童年的欢乐弥漫在空气中 孩子们在小河边嬉戏 捉着小鱼 小李做了个搞笑的跳水动作 惹得大加大笑 阳光洒在他们身上 笑声在空气中回荡 小李和朋友们制作风筝 虽然一开始失败 但最后他们的风筝 终于飞上了高空 孩子们兴奋地欢呼 看 我们做到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下午 小李和朋友们 在田野间制作小窑洞 准备烤地瓜 大家边挖土边聊天 期待着地瓜的香味 地瓜烤熟后 甜香四溢 孩子们的笑声伴随着地瓜的香气 飘散在空气中 小李和朋友们 骑着脚踏车 在乡间的土泥路上比赛 尘土飞扬 欢笑声不断 充满了童年的自由与欢乐 在家门前的广场上 小李和朋友们 蹲在地上打弹珠 每次成功击中弹珠时 欢呼声此起彼伏 童年的乐趣洋溢在广场上 夜幕降临 小李和朋友们 玩角色扮演的抓人游戏 不许动 他装扮成一个农夫 喊道 不许动 童年的欢乐 在夜色中延续 随着季节的更替 李伟也慢慢长大 从春到秋 梅花盛开又凋谢 岁月如流 童年的时光一去不返 成年的李伟 离开了家乡 来到城市 寻找新的生活 他带着行李 站在繁忙的街头 开始了新的征程 李伟在城市定居 娶了妻子 有了两个孩子 家中的每个角落 都充满了新的故事和笑声 展示着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 在一次家庭晚餐时 李伟的女儿问道 爸爸 你小时候最爱玩什么游戏 李伟笑着回答 我最喜欢玩 顾许动 他向孩子们 讲述了这个游戏的规则 设计角色扮演 躲迷藏和警察抓小偷 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 带着家人回到故乡 孩子们在老梅树下玩耍 仿佛历史重演 整个场景充满了温馨和回忆 李伟和父母 妻子和孩子们 在老梅树下合影 儿时的欢乐涌上心头 他非常珍惜这些时刻 李伟翻看着那些珍贵的儿时照片 每一张都带来一段温暖的回忆 怀旧的情感在心中翻涌 看着老梅树下的照片 李伟眼中闪烁着泪光 轻声说道 儿时的欢乐 真的是无法重来的 李伟意识到要珍惜当下 他与家人一起在公园散步 享受每一个美好的时刻 在李伟的生日那天 妻子和孩子们 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家中洋溢着欢声笑语 充满了温馨和幸福 我们看到李伟和他的家人 在幸福中生活 李伟从儿时的欢乐回忆中走出 回到现实中 他明白了珍惜眼前人的重要性 过去的美好 虽已成回忆 但未来的幸福还在延续 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 与家人共度每一个美好的时刻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 希望这部影片和背景音乐 能为你带来更多温馨的回忆 依儿时是我从小到大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 非常感谢知音赞颂团 愿意将他们的合唱 作为这部影片的背景音乐 再次表达我的感激 现在请大家一起静下心来 继续欣赏完这首歌曲 继续欣赏完整 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哦 我们下次再见